今天新增43例 其中3例本土40例境外移入 那3例本土病例为一男二女 年龄在10多岁到70多岁之间 那接触线是台南有2例 高雄1例 那都与游览车旅游团相关 6号国内新增3例本土个案 都与屏东东港公庙旅游团 游览车案有关 其中有2例在台南市为一对夫妻 在台南沿水区三名里开设杂货店 是屏东东港公庙旅游团 游览车成员案20912的姐姐 20973和姐夫20974 于案20912最后接触的时候 是在2月28 我们对于20912 他从26号开始到3月3号 这个被验出来 他是阳性的 中间有隔了8天 这个他接触的人 还要在勾机比对他的足迹 到底 20912还感染了谁 这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我们还要注意的 另外有一例是在高雄 案20939是老星台菜餐厅员工 3月1号在餐厅工作时 是游览车成员案20860的桌边服务人员 高雄市表示为保险起见 以匡列员工顾客总共492人 慎重喜见 我们将老星台菜 所有的员工匡列采检 124人检验全部都呈现阴性 顾客的部分 总共匡列368人 已经确认325个PCR呈现阴性 另外43个属于外线市的 这个个案目前在中午12点之前 检验中 在这个3月1号到3号的这个 高雄市场域里面 目前已经掌握了449个是PCR阴性的 指挥中心也表示 屏东东港公庙游览车 其他36位成员 已进行血清抗体的检验 有34位N蛋白是阴性 另外两位还在检验当中 感染源的部分仍需进行疫调 待经营定序出了后 才能做进一步的厘清 有些新闻怎么到 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采访报道